昨天,美国又一个州宣布紧急状态 佛州州长办公室对外宣称 该州已经发现了两人为新冠推断确诊病例 需要等待美国疾控中心进一步确论 目前,这两人正在接受隔离治疗 这是美国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州之后 美国第三个宣布紧急状态的州 可见,疫情在美国已经出现了新火疗原的迹象 然而欢谈的是,美国现在要确诊一名病例 还需要美国疾控中心最终审核 这也就是佛罗里达州对此表示很不满的原因 虽然美国疾控中心还是没有最终确认 佛州自己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了 很显然,美国真实的疫情被严重的低估了 原因就是上面说的,所有的确诊病例 必须由美国疾控中心来最终认定 这使得美国的数据一直让人全世界怀疑 随着美国疫情越来越严重 特朗普也不断地出来吹风 让美国民众不要恐慌 但实际情况是,特朗普内心也非常着急 负责疫情防控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更是大为紧张 在白宫办公室击倒疫情尽快过去 这个时候,特朗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开始对中国战扬有加 在前一天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 有美国记者问特朗普,如果美国的疫情恶化 美国政府是否会考虑采取和中国类似的措施呢 特朗普当即表示,会采取部分中国的措施来控制疫情 并表示,现在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可以看到,星巴克在中国重新开业了 苹果公司在中国已经全面地恢复了生产 中国的疫情防控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很显然,特朗普的这番话是发自内心的 也是因为现在决设发生了转换 中国控制新冠肺炎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而美国却陷于几分咒语之中 越来越多的州宣布经济状态 美国的医疗物资极度紧缺 一场失控的疫情几乎无法避免 美国的股市连续的大暴跌 短短一周的时间跌幅超过12% 直追美国斥贷危机期间的大崩盘 这让特朗普如坐侦探 一旦美国的股市持续的暴跌 不仅仅的影响美国经济 也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 一旦疫情继续蔓延 特朗普的总统宝座面临的挑战就越来越大 如果这个时候中国宣布限制美国人 或者去过美国的人进入中国 宣布禁止中国人千万美国 实际上就是对美国实施旅行禁止 那么美国的经济将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美国的股市更会暴跌 但是中国并没有这样做 而大家要知道 当武汉爆发疫情后 美国政府第一个宣布 从中国武汉接回美国人 导致了其他国家纷纷跟进 使得中国当时非常被动 不仅仅如此 美国政府还宣布 限制中国人和到过中国的外国人进入美国 实际上就是对中国间接的宣布履行禁止 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变相的 对中国形成孤立 对中国的经济冲击是很大的 美国这些做法非常的不厚道 可谓是落井下石 趁人病要人命 而如今的中国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 除了武汉外 其他地方的新增确诊病例为个位数 而美国的疫情却越来越严重 如果这个时候 中国对美国进行报复 除了宣布对美国履行禁令外 还宣布对医疗产品进行战略管控 禁止出口美国 那么美国将会陷入疫情的湾洋大海之中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官员的公开表示 美国的口罩大部分是中国生产的 并从中国进口的 如果中国禁止将口罩出口到美国 那么美国就会陷入口罩荒 防范疫情最基本的措施都无法做到 同样根据美国疾控中心官员的公开表示 美国的药物绝大部分也是依靠进口 有些药物是从欧洲进口 但是欧洲又将这些药物的生产基地 办在了中国 因此90%以上的美国进口药物都和中国有关 言下之意 这个时候只要中国宣布 药品尽量地满足国内而禁止出口 美国将会陷入疫情的地狱 然而人间有大案 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做 没有对美国落井下石 更没有禁止口罩和药品出口美国 随着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渐受到控制 中国的口罩药品的出口能力将极大的提升 而美国正是需求方之一 美国政府的官员 如商务部长罗斯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的白宫经济顾问 拉瓦罗等 公开对中国疫情幸灾乐火 表示中国爆发疫情对美国有利 有利于企业回流美国 还予呼吁了世界上的企业 考虑中国供应链的风险 甚至臭名昭主的华尔街绿宝还发表了一篇 一臭万年的文章 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 美国的纽约时报当时也公开发文 谴责中国武汉分城 说是侵犯人权 美国这种落井下石的文化实在是烂烂不齿 而如今风水轮流转 美国成了疫情的受难国 这个时候中国没有落井下石 没有谴责美国 这个时候的美国 更应该为之前种种的错误行为向中国道歉 这段时间有一种声音故意在炒作 说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 这是非常荒谬的 中国为了看击新冠肺炎疫情 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 切断了疫情的传播途径 没有哪个国家在这次疫情中 做出了如此大的牺牲和付出 而且根据中南商运事的研究 疫情居然是在中国爆发 但是源头并不一定在中国 现在很多研究也指向了新冠的源头 可能是来自其他国家 因此中国更没有理由道歉 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表示 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 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 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 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 抗击疫情的时间窗口 可以说中国一己之力 硬生生地将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 而在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 特朗普也打算抄中国的作业了 可令人倍感遗憾的是 特朗普只能抄一部分 不能全抄 不是他不想 也不是中国不愿意 而是美国不行 根本不能够全部抄 今天就好好聊聊 美国在看击疫情室的操作 首先 美国疾控中心警告称 卫生专家预计新冠疫情会在美国蔓延 可是特朗普 确实2月26日称 美国疾控中心的说法不对 蔓延是可以避免的 对待疫情 特朗普跟专家的意见出现了严重分歧 更有意思的是 2月26日 彭尸被特朗普任命为 看击疫情工作负责人 彭尸心光善冷的第一把火 烂人大跌眼镜 居然是明确大家保持口径一致 防止白宫和专家传递混淆矛盾的信息 接下来 美国出现了令人绝望的烧操作 第一 美国疾控中心表示 不推荐使用口罩预防新冠病毒 并建议民众采取绿肠的预防措施 包括生病时 待在家中用肥皂和水洗液 第二 美国官员都在说疫情的风险很低 特朗普也说 确诊的病例会奇迹般的消失 第三 不管美国官员如何乐观 美国民众却在囤口罩 囤食物 在美国休斯顿街头 民众已经排起了缠队 抢购N95口罩 休斯顿的N95口罩 已经从原先的市美元 涨价到了20美元到25美元 美国政府视民众的生命安全为炒件 民众视政府的推荐和鼓励为饭品 于是就出现了很多迥蓝相异的划分 2月29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中国在疫情反控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国目前正在考虑采取部分中国的抗议措施 特朗普的回答至少透露了三点信息 第一 中国的疫情反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这当然有可能是包扬和客气化 可是现在美国也面临疫情的深处期间 特朗普能够明白 反控疫情要做好是有多困难 所以这一句大概率是他的真心话 第二 美国考虑采取部分中国的抗议措施 注意只能是部分因为很多招式 是美国推行不下去的 毕竟美国的各个州 奋行的都是至少门泉血 哪管他能瓦上刷 第三 特朗普其实非常的关注疫情在中国的发展 他提到了 星巴克和苹果公司在中国恢复了一面 这一点若非持续的关注 是无法提到这些细节的 总之疫情到来 特朗普也是火上烤 毕竟今年是大选之年 要是因为防范疫情不利 特朗普的选票是要臭莫名其妙的烧许多的 因为盗权师一周两次憋了超过一千点 特朗普的五年前的推特都被翻了出来 这次疫情再搞不好 估计也吃不了兜着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